可能嗎 其實國民黨不希望換他 所以你知道 進各種力量來幫他 那個國政顧問團就是一個例子 你知道那個張善政 其實張善政政治企圖性蠻大的 就找了這個馬英九政府時候的 這些政務官還有那個 就是說國民黨的那個智庫的那些人 來成立了這個國政顧問團 分成20組要幫他來救國政 那另外就是 當然郝龍斌也出面 然後去找郭台銘 想要跟那個吳敦義碰面 呼籲團結 那另外就是15個縣市長 都做他的競選總部的主委 那其實國民黨是非常努力的在救他 因為國民黨當然不希望再換韓國瑜 因為再換的話真的會崩盤 然後當然有人說除非他自己退 但是韓國瑜絕對不會自己退 因為他想當總統 已經非常想婚了 他不只他想 他們家人包括他太太和女兒 真的很想坐在第一家 全家人都想 對 所以他們是很努力 國民黨也很認真的幫他 但是韓國瑜是不是那塊料 可以扶得起來 現在才是真的證明 就是說他的家人幫他也要真的要 要守奮祭 那韓國瑜自己就是說你發言也好 你的作為也好 你雖然說你現在是市長你兩頭兼顧 但是市政跟國政其實差的不會太遠 那這些地方的首長為什麼不願意 因為地方首長認為說 韓國瑜自己也講很多人都是新手 剛上任 其實包括他自己就是新手 他會講別人是新手剛上任 那像侯友宜他算做了八年的副市長 因為他接上了市長 他真的非常認真的在做每一天 而且他就是因為這個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走 所以他可以真的高票當選新北市長 那然後大家今天威脅他 然後韓粉不要滿街去得罪人 只要任何人不同意的話 就是你忘恩賦義 你這個什麼無情無義 坦白講侯友宜當初當選市長 他剛出來的時候曾經有名嘴說 他是國民黨最強的這個戰將 然後而且他是國民黨的候選是領頭羊 直到後來因為韓國瑜伸勢起來以後 然後把高雄拿下來 韓國瑜才超越他的聲望 其實侯友宜的雜實的功力是存在的 所以他的執政 他的滿意度跟信賴度是七成以上 他只要認真做他連任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你說他是不是有野心要當總統 現在看不出來 那就算他要當 可能他也是做完八年 不會像這樣子做了八個月就要去當總統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是企圖在幫韓國瑜 但是韓國瑜是不是自己能夠站得起來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問題 那現在看他身邊有沒有立委 就是說跟他一起掛看板 就是說就像當初馬英九到剛開始 滿街的人都跟他掛看板 到後來就變成票房毒藥沒有人要跟他掛看板 那今天韓國瑜就是這次選舉看這些他是母雞 這些小雞是不是要靠他來提拔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拿捏 那郭台銘說像大家講的是不是在看那個風向 當然想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當郭台銘以他目前的團隊 跟自己的條件 如果沒有國民黨支持 如果沒有柯文哲他們跟他配合的話 我覺得他要參選總統其實機會是滿困難的 機會有 但是